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7月12號星期五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30分 祝福大家週末愉快 昨天晚上的台紙夜盤 下跌了322點 你沒有聽錯 昨天晚上美國公布的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低於預期 顯示通膨再大幅降溫 雖然說通膨在降溫 但是昨天不論說美國股市 還是說台紙夜盤 跌幅都不小 322點 好 那其實說 其實從昨天的一個現象 你就可以看出來說 昨天的拉回來 它純粹只是技術面上的修正 它跟整個市場預期心理 是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說大家會擔心 其實說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說趨勢反轉 或者說整個市場 預期心理做改變 因為如果說不是市場預期心理做改變 純粹是技術面的修正 拉回來就是非常非常好的切入點 沒錯吧 所以其實說從一個現象就可以看出來 等一下再來告訴大家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的台股來講 我先給個簡單的小結論 總結來講 今天絕對會是百分之百的買點 你相信我 今天對於中小型股來講 這會是一個百分之百的買點 甚至對於全資股來講 這也會是百分之百的買點 等一下我會慢慢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結論 你聽完你就會知道 所以看一下今天的重點 就像我講的 很多人說 台股的四大全資股 台積電 鴻海 廣達跟聯發科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進場 就像我講的 這四檔股票 你要說基本面 沒有任何的問題 基本面絕對是沒有問題 那只是說全資股 它的特性就是 漲勢延續性不強 所以我跟你講 所有的全資股最好的買點 都叫做急跌 這是我一直在強調 只要有急跌超過3% 它通常都會是好的買點 最好當然是能夠跌5% 跌5% 這是百分之百的買點 那如果說急跌超過3% 就可以下去做 布局 分批布局 那如果說以今天的族群來講 相對強勢的 會落在太陽能 跟重電上面 因為昨天說 雖然說昨天的科技股 跌幅是比較重一點點 但是很多的太陽能股 包含說美國低太陽能 還有像是一些 能源公司 昨天相對都是強勢 所以今天預計說 台股的太陽能 我們在本週一直在強調的 元金 茂迪 安吉等等的 這些都有機會 還有像是重電類股 包含說 中興電 華晨 永威投控等等的 今天也都有機會 好 那 一些位階比較低的 就像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說現在的台股位階偏高 本益比大概是25倍以上 雖然說台股的本益比在25倍以上 但是就像瑞銀所講的 在本週瑞銀就講 在本週瑞銀就說 台股目前還不貴 很多人就吐槽了 台股都漲到25000點了 還不貴 其實說瑞銀的邏輯就跟我一樣 台股很貴沒有錯 它的位階已經到了25倍本益比 但是它25倍本益比是由全子股所帶出來的 台積電 鴻海 聯發科跟廣達 如果台股扣除掉這四大全子股 平均本益比都落在15倍左右 也就相當於台股還在15000點 所以我就說台股貴沒錯 但它貴是貴在台股的本身 台股的指數 它是貴在全子股 關中小型股什麼事 所以我就說其實說 對於很多中小型股來講 那個位階真的都相當低 所以一些在整個下半年持續看好的IP 創意 四星 M31 我跟你講以把週期拉長來看 創意跟四星的空間真的很大 不要看一天兩天 你看到整個第三季 那個空間真的很大 那包含說瓶蓋股 瓶蓋股的位階也相當低 就像我講的 一大堆瓶蓋股 它的預估本益比連15倍都不到 你覺得它不會漲嗎 華通 鎮鼎 大力光 甚至玉金光 包含說星星 景碩 這些全部都是很純的瓶蓋股 昨天百花其放 所以今天拉回來 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包含像第三代半導體 就像我講的 美股的瓦斯比 開始在主體向上去做反彈 甚至連昨天的肺斑在下跌 瓦斯比也是逆勢在上漲 所以昨天的漢瓦跟佳金 同步噴了一根漲停板 那我覺得說 因為昨天的瓦斯比的狀況 也都非常的不錯 今天漢瓦跟佳金 是有機會再續漲 這部分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今天總結來講 拉回來絕對是買點 等一下再來講 那今天的關鍵價位 就像我講的 其實說很多人在說 其實說我們很多的觀眾 這個時間在收看的觀眾 早上8點30分 中式直播 我們的中式觀眾 很多投資人 其實都有在做指數期貨 台子期沒有錯嘛 大家就覺得很好奇 老師你給的價位 怎麼準到這麼誇張 就是說其實你去看 我給每個關鍵價位 只要有來 只要有來 通常它的支撐都很強 那就像我講的 很多人就要問說 老師怎麼保持期貨的高勝率 那我們怎麼去穩穩賺 其實我就講 你期貨你要穩定的賺 很簡單 不要天天做 你要保持高勝率很簡單 有好的買點在出手 所以我就說 我每天給的關鍵價 這是真正的關鍵價 不是隨便找一個數字來跟你講 這是真正的關鍵價 所以就像我講的 如果關鍵價沒有來 我會選擇不出手 我寧可就不要賺 但是如果來了 他就是高勝率的點位 所以如果說以今天來講 今天大概就兩個位置 24,000點 這個位置 就是說今天的做法一樣 因為說目前最大量的支撐是24,000跟23,910 23,910會不會來不確定 但是有機會 因為就像我講的 台積電上千之後波動會變得很大 你說上下甩個四五百點正常啦 上下甩個四五百點都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區間範圍 所以如果是今天的台子期 我的做法也是一樣 我會在24,000以下 建立第一筆多單 跌破24,000我先買一次 多單喔 買一次 那我會留部分的資金 就留第二筆加碼部位 如果有跌到23,910 我會再加碼第二筆 給大家去做參考 給大家參考 那包含像是在本週 本週我們一樣會帶我們的會員 那進場去佈局下禮拜 全新的冠軍標股 那如果說有興趣想跟上 就是利用在收盤以前 一點半以前 打電話進來 或是視訊我們的LINE 直接掃描就可以加入 那每個禮拜日 我都會把我們的冠軍選股 發佈在我的LINE的主頁 大家就自己交出去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股 其實就要我剛才講了 為什麼我會說 昨天的狀況 我們先看一下美股四大指數 其實昨天跌幅比較重的是道琼 比較重的是科技指數 你看道琼 昨天道琼是不錯喔 昨天道琼是持續在上漲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就像我講的 其實道琼跟科技指數 它會呈現一個互相拉抬的作用 當科技指數在跌 道琼會漲 當道琼在繼續漲 科技指數又會被拉起來 那當科技指數創高 可能又輪到道琼震盪 那道琼稍微震盪一下 又會被科技指數給帶起來 就是一個很健康的輪動 所以美股一樣 跌不到哪裡去 道琼持續看好 NASDAQ NASDAQ昨天的跌幅是稍微的比較重一點點 跌了大概是2%左右 那S&P500 S&P500昨天也是跌了大概是0.88% 那昨天的肺磅 跌的是稍微的比較重一點點 昨天是跌3.47% 但就像我講的 這叫做漲多後的拉回 漲多後的籌碼面的消化 為什麼很簡單 其實我跟大家說 很多人不懂這個邏輯 會說為什麼昨天的CPI開出來 美股就跌成這樣 連台子夜盤也跌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是因為市場已經提前反應了 因為你去看 不論說美國的一些投資機構 甚至說台灣的券商 甚至說各大分析師 大家其實在這禮拜 都怎麼告訴你 這禮拜的CPI表現會不錯 CPI會下滑 美國通膨是在下滑 全世界都知道CPI會下滑 為什麼股市不會提前反應 是不是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邏輯 全世界都知道CPI會下滑 難道全世界會等到CPI公佈才去買 是吧 既然都知道我剛剛就本週提前買 本週提前買等CPI出來 我風高先賣一趟 就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很多人說昨天CPI這麼好 對於股市這麼有利 怎麼完全沒有出現什麼動靜 因為已經提前漲過了 好 那從有一個現象也可以看出來 來 你看 包含像是羅素2000 所以我覺得說今天的台股 全值股會弱 但是貴買指數會強 中小型股會強 你去看昨天的美國股市 因為昨天的美國股市羅素2000 羅素2000它主要是 算是說美國的中小型股的指數 那你看 昨天美股在跌 羅素2000 幾乎快要創歷史新高了 直接跳空上漲噴了將近4% 3.57% 這就是一個輪動 就是說在任何國家股市都一樣 大股票漲完換小股票 小股票漲完換成去拉大股票 是吧 股市是跌了1.18%左右 也是一樣受到昨天美股的拖累 但是你去看韓國股市 日本股市 其實它的走勢都一模一樣 提前反映CPI的利多 既然提前反映CPI出來 當然會有獲利了解 賣牙就這麼簡單 包含像是 這個股市是非常非常有利 但是美股沒有跌 美股沒有漲 不漲反跌 但是你去看 正常情況來講 如果說市場的預期心理 有什麼變化的話 我跟你講 美元指數一定會大漲 就是說這是一個連動關係 假設說昨天的CPI出來 市場心理預期 真的有什麼變化的話 美股下跌以外 還會伴隨一件事 美元指數會大漲 還有美債殖利率一定也會大漲 美債的價格它一定會大跌 那你看喔 我帶大家來看 美元指數昨天是繼續在下跌 有沒有 昨天的CPI公佈之後 美元指數是又殺了一根黑K 往下跌下來 再來 美債殖利率 是不是 這裡 這一根 這一根黑K 昨天的CPI公佈之後 雖然說美股沒有去反映 這部分的利多 美股在跌 但是美債殖利率 還是在下跌 所以由此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整個市場的反映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單純去論股市 股市純粹只是因為 提前反映過CPI的利多 所以稍微去消化它的籌碼 所以我跟你講 用這樣子的狀況 我幾乎我可以很篤定的跟大家講 今天的下跌 百分之百是買點 因為這不是市場 預期心理的改變 而是一個籌碼面的消化 就這麼簡單 美債殖利率在跌 就是說美債殖利率 這種跌法 整個國際股市 不可能會差到哪裡去 包含像是黃金 有沒有 就是說你從國際商品的角度來看 你就會知道 昨天的市場的心理 絕對是好的 市場對於整個降息預期心理 絕對是強化再強化 因為連黃金都往上噴了 我就一直跟大家講 只要市場降息預期心理越強 黃金的走勢就會越強 昨天已經噴到了 2400美元左右 就像我講的 今年的黃金上看2600到2800 如果你是操作黃金投資人 恭喜你 昨天也是大賺 所以我覺得說 從這樣子的種種現象來看 你就會知道 昨天真的純粹只是 技術面的拉回 回到台股來看 就像我講的 全池股如果有幾跌 這絕對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尤其是中小型股 如果今天中小型股一開盤 它是被 全池股或是說美股拖累 拉回來 絕對也是買點 所以我覺得說 把握這樣的機會 因為很多人在說 找不到一個切入點 台股這麼強 我不知道怎麼去做切入 今天就是最好的切入點 因為整個格局都太完美了 昨天的CPI低於市場預期 而且美債值利率在跌 美元在跌 黃金在漲 唯一就只有股市在跌 這就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進場點 所以真的一定要把握機會 因為我這麼說 有可能在今天晚上 就是說今天台股會先跌 今天台股跌完之後 有非常高的機率 今天晚上的台子夜盤 就會直接漲回來 所以就代表說 可能你說我觀察個一天 禮拜一再進場 可能禮拜一也就跳空上去了 所以今天就把握機會 如果說不知道要買什麼 怎麼去買的話 打電話進來 或先加入我們的Lite 直接私訊詢問 小老鼠W178 那下半段一樣 告訴大家今天什麼股票 值得下去做留意 我們休息一下 好 現在時間是早上的8點48分 再過12分鐘台股現貨開盤 現在的台子期貨下跌了330點 不要緊張 就像我告訴大家的 台積電上千之後 拜託 5、6、4、500點的震盪 這都叫做常態 這都叫做常態 因為很簡單 當時台積電1000元以下 跳一個Ticker是8點 現在跳一個Ticker是40點 跳三個Ticker 之前的台股就跌24點而已 現在台股會跌掉120點 所以其實 我覺得說現在的台股 波動4、500點很正常 5、600點我都覺得是合理 所以我覺得說目前的跌幅算是 可以接受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我再強調一次 今天的拉回百分之百 這絕對是技術面的拉回 那大家要知道 所有多頭行間裡面 只要是技術面或籌碼面的拉回 這絕對就是最好的切入點 你去看美債就好 美債殖利率 如果說 如果說這不是技術面的拉回 美債殖利率昨天不可能會跌 美元指數昨天不可能會跌 黃金昨天不可能會漲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現在的期貨 現在的期貨是下跌了337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關鍵價有機會 有機會到 就給大家去做參考 目前的日金也是沒有收斂 就是持續是下跌了2%以上 目前的韓國股市 跌幅也沒有收斂 也是跌了1.25% 就是說是越跌越重 日金跟韓國股市 所以等一下台股一開盤 可能說整個賣壓會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今天的做法我會這樣做 兩大關卡價 24000點跟23910點 去把它記下來 很重要 你去可以先把它抄下來 這兩個關卡價 但是我不會急著進場 因為今天整體來看 目前亞洲股市的賣壓還是比較重 所以我會這麼做 如果指數真的灌破這兩個點位 或是灌破其中一個點位 我會等到慢慢的拉回來 就是它呈現一個V型反轉 V的右邊 即將突破上去我才會去買 就是說我會去做右側的交易 我不會說一跌破馬上就去買 給大家去做參考 好那我們看一下個股 台積電 台積電其實就像我講的 有沒有 在前一天的盤後解盤 我就告訴大家 其實我看到台積電6月份的營收 我就知道 台積電的目標價要被調升了 真的不誇張 講完隔一天 昨天一大堆外資券商 都把台積電的目標價去做調升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台積電這一波1000元 絕對還沒有結束 我們下一個關卡價 我們先看1200元 很簡單 台積電它的訂單能見度很高 它的晶片交期很長 2026年預估可以賺60塊 60塊給個最安全的本益比 20倍就好 20倍本益比乘上60元的EPS 不就1200 所以台積電一樣上看1200 如果今天有跌超過3% 你就閉著眼睛買下去吧 如果說你想買台積電 但是我還強調 全值股讓大家買的是一個穩定度 你說你要買大賺 中小型股會比較活潑 如果說今天台積電有跌超過3% 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給大家參考 還有像是說鴻海 如果說鴻海今天有跌超過3% 它也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就像我講的 鴻海它 2024年的獲利都還沒反應到 所以這一波我一樣是看好鴻海到240元左右 所以如果說今天拉回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那25色聯發科 聯發科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就是說1400元以上 我覺得它的風險是高於它的報酬 CP值比較低 所以短期內我是不會去切入聯發科 可能說你要放長當然是沒問題 但是說短期內 我覺得它會有更漂亮的買點 包含像是2382的廣達也是 廣達也是一樣就像我講的 短期內我也先不會去切入廣達 不是說廣達不好 而是說很簡單 同樣是ODM 同樣是AI的組裝跟代工 廣達一直在漲 我會去買位界更低的鴻海 就這樣給大家去做參考 那今天的其他的像是說 你看昨天的美國個股 昨天的美國個股其實 最強的 是包含像是 Warsby Warsby昨天算是說 以科技股來講 漲勢是相對最抗跌的 所以今天漢壘加金就有機會 那還有像是 這裡 新世紀能源 昨天美國最大的能源公司 漲勢也不錯 所以今天的一些重點 就是有機會跟上 其實這就符合我們在這禮拜一直強調的 就是說太陽能能源這部分 只要說電子股開始震盪 有一些賣壓 它一定會相對轉強 那包含像昨天的 低太陽能 也是 止跌回穩即將向上反彈 所以回到台股 今天就像我講的 6443的元金 可以去做留意 它的位積其實目前也不高 還有像是6477的 安吉 今天這些都蠻有機會的 可以下去做觀察 又或是說1513的中興電 今天也是有機會再繼續向上去做 反攻 這些都有機會 還有說比較被大家忽略的就是說 當整個電子股資金震盪 部分的資金還是會回流到生技類股 而且在今年的生技 亞洲生技大展 它是算是說近 算是近五年來 最大的一次實體展 所以我覺得一直到亞洲生技大展以前 生技股它都還有一波 大概就是一波 一波的漲勢可以去做期待 所以包含說我們一直跟大家講的這四檔 6446的藥滑藥 可以去做留意 6472的寶瑞 拉回來也可以去做留意 還有像是1795的美食 昨天跳空下去 這裡就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很簡單 美食昨天是因為6月份的營收 不如市場預期 但是就像我講的 誰在看單月營收啊 一定都是以季跟年 或半年來去當一個單位 那 單月營收不好 但是整季營收是好的 拉回來這絕對就是買點 所以美食也可以去做留意 那其他位階比較低的就像我講的 一個新的題材 就是說其實我跟你說 很多的股票我都還怕它不拉回 最好都趕快拉回 我們可以買了更多 3663的新科 台積電的最新製程 FOP LP 面板及散出型封裝 新科持續看好 8064的東捷 也持續看好 35800有威科 這些也都持續看好 所以這些拉回來都可以去做買進 所以我覺得說把握機會 因為說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要出現這麼漂亮的買點 真的不容易 你說純粹是技術面 籌碼面的修正 這不就是百分之百的買點 所以如果說你不知道怎麼買 打電話進來或失去我們的Line 我直接在今天收盤之前 帶你買下禮拜的新股票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下講 我們下課了